以前早期住在那個通話夜市附近 所以我就超喜歡 下樓就要有食物的地方 我的地點方便是要有食物 所以每一個地點的需求是一樣的 我覺得啦 我覺得其實年輕人在買房子 通常會有幾個盲點 第一個 有一種年輕人會覺得就是說 我家以前住在台北市 我再怎樣我都要死守台北市 到新北市到中南部 我都當次等公民 可是千萬不要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彥甫剛剛的 那個例子是非常好的 如果說你市中心的一個 你大概累計的第一桶金 你到市中心的一個外圍去買 第二桶金就是對的 好 但是第二個問題來 那就可以換更大 是的 可是有一些人就會覺得說 我現在錢不夠 所以我要搬到比較郊區的一個地方 可是你千萬不要去 要考慮到就是說 年輕人通常都是上班族 對 你的時間成本 跟你的一個交通的 交通成本 你都要把它算進去 好 這個我覺得在這邊要提供大家 有一個 有一個法則叫做 什麼叫3377法則 就現在年輕人在買房子很喜歡 買在捷運附近 對 第一個三呢 就是說 你大概從捷運站口到你家 不要超過300公尺 你走太遠實在是太累了 對 那你太累的話說實在 你將來要脫手要出租 不方便 對 那第二個第二個三呢 就是說你大概通勤的那個時間 或者說你通勤的票價 不要超過30塊錢 你太遠的話 我這樣核算起來的話 其實你買了 即便再買了比較便宜的房子 可是你的交通成本 已經都cover過去 你跪在你不知道的一個地方 對 那所謂的7呢 就是說 你的整個通勤的那個捷運站數 告訴大家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大概壓在7站裡面 7站以內 對 你超過了7站 你就會開始覺得就是說遠了 對 然後開始你的時間成本 你的通勤成本 然後你的金錢成本都高了 好 你碰到轉運站 也就要換站的時候怎麼辦 麻煩你要加兩站 因為換站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間 還有那個不方便 尤其你看像台北車站 一個換站 走很遠 而且其實那真的 真的很麻煩 這一個7走路到公司的地點 或者說你買的 從你的捷運站一直到你家 不要超過7分鐘 也對 因為我們其實有測過 大概7分鐘是人的一個 走路的一個最大極限 大家是想說買捷運旁邊 買捷運站旁邊 不要買捷運線旁邊 對 捷運線很吵 捷運線就每天早上5點鐘 這樣起床了 對…很吵 尤其像內湖的威武線 對 它會吵 那地下的就不會了 因為它在地上 對… 那另外呢 我們知道買房子有一個 荷包蛋的理論 是喔 就蛋黃跟蛋白 嗯 燕子它的一個換房子 其實它就換對了 它是從 台北市的蛋白 換到台北縣的蛋黃區 新莊嘛 喔 新莊剛好是一個復讀新啊 對 它是一個新開花的地方 對 所以它雖然從18瓶換到 20幾瓶嘛 30幾瓶 30 對 它由小換大 然後由外 其實它是換內的 換到台北縣的蛋黃 對 要有一個觀念 像我有一次到英哥去參觀 英哥有一條老街 對 它有一個不好的地喔 那個以前是沒有人要的 那有一個人就把它買了以後 蓋了五層樓 它現在就租給人家再賣藝品 喔 你知道半平大喔 它的租金一個月多少 那你整棟大樓 我看它那個收益力喔 比台北市的任何一個三個湯的那個 頭包力都還高 所以這個商業圖 聽過一個理論就是 麥當勞在哪裡蓋 買它旁邊 或麥當勞星巴克在哪裡 買它旁邊 他們覺得那附近應該會起來 對 那如果我這樣來找我的蛋黃 就是除了台北市 我們知道蛋黃可能在哪裡 那外線是像我在台中 我可能就不知道蛋黃在哪裡 不會啊 因為台中的狀況可能 就比較像蔥花蛋你知道嗎 就是平均的 全部都是蛋黃 平均的 不會啦 心靈這個問題會非常好 第一個你麥當勞的旁邊喔 它一定是 車草人潮嘛 那你有車草人潮會帶來 這是從麥當勞 從商業區的角度去看嘛 那如果說純粹用蛋黃來講 像台中最近 最夯的一定在七起嘛 對 七起那就蛋黃 但是蛋黃跟蛋白之間 隔了兩條街 價格差一半 其實我有聽我一個長輩講說 他說如果你真的要買房子的話 你真不知道怎麼買 你就是 學校在哪裡就買哪裡 喔 對 因為第一個 學校它一定會聚集買器嘛 對 因為就是一個是學區 然後一個比如說早餐店 然後學生 老師 所以他們那邊的年齡層是很高的 所以你就是買那附近 就算你只是投資 你可以租出去給一些家長 他們要小朋友要讀書的 學籍 明星學校 你看他們概念都非常正確 所以他們走在時代的尖端啊 那麼早就開始了 我們都在吃魚吃耶 拜託 知道喔 你怎麼會不會用作 他不要找我活睡覺啊 他說吃本絲啊 那我們來看第三個是需求 那需求當然每一個人的需求都不一樣 你要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 對 因為你是一個手購族嘛 你可能手上只有兩百萬現金 你說我要考慮我上班很近 兩百萬很好用了 我要上班很近 然後我要生活紀念很好 小孩子又要念建宗 然後我太太又要逛百貨公司 那是不可能的事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選一樣到兩樣 你一定要犧牲某一樣 所以這個需求的部分我想 在座的來賓就有很多的那些 所以客氣是在目前你需要的啦 對 我覺得你應該是這樣子 像我現在住的是內湖 但是我就一直在想說 你一定要熟透這個地區 你才能去找到好的房子 對 沒錯 而且你要自己先住住看說 欸 我到底適不適合 當我適合的時候 我平常沒事我就 就走路啊 去看看 哪裡的房子 哪裡的房子 有些時候 他剛好很幸運也是 他如果不是房仲業 你至少可以再現身五十萬 對 自己貼出來的 我跟你講 你一定要跟管理員大哥 好好保持一個良好的 關係互動 而且也立刻叫大哥 我們現在管理員不都叫伯伯嗎 沒有 你叫伯伯他就會 對 你叫大哥他就好啊 這就是麥角 我跟你講管理員大哥 他們互助會的 對 他們好康都會跟你講 對 他們就知道說 包括自己的房子 因為他們的房價的價錢 一定是最誠懇的 對 看那一棟大樓 他交易多少錢知道 第二個 他也賺一點點中介會 對 所以他會幫你 對 他本來就可以 可以當一個blogger 賺一個小小的 對 所以建興有很多人 買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就考慮說 我一輩子就住在這裡 那這樣對嗎 我真的要打一個大叉叉號 真的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買房子 我就一定要想到我幾年後 我要生幾個小孩 然後我誰也要進來住 然後怎麼樣 就買一個超大的房子 然後讓大家 讓自己的一個肩膀 真的是超累的 可是真的不要這樣子 因為其實 現在台灣的社會在變 以前我們買房子 一定會買在原生家庭附近 對 就是說我是高雄人 我一定會買在高雄附近 可是現在真的不是 你怎麼知道 你哪一天不會到上海去 你哪一天不會到北京 不會到文革華 到其他地方去呢 所以買房子 我覺得剛剛小樓 提到一個很對的 一個觀點 就是說你一定要 拿你最近的一個需求 來做為你買房子的一個 一個品量點 下一個我想要買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想要買在台中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台中真的是好地方 你知道 它人文氣息其實超好的 而且地很寬 空氣又很舒服 人又比較大 上班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需求 就不會像現在那個年輕 比較年輕那麼打拼的時候 那時候可以 就是可能做個小生意啊 或幹嘛 我朋友 一千四百萬 買一百瓶耶 天啊 好羨慕的感覺 可是他說我買多少 我才多少瓶而已 其實像憲林剛剛 你現在 你如果留在現在 那對不起 那就再加更多了 對 那現在房價就更多了 還好你現在睡可以小攪一點 這樣好不好 這樣比較開心 台中現在目前 除了剛剛憲哥講的七期之外 其實最成熟的地方像五期 甚至像它其實 像五期中間 現在目前有一個叫草霧道 非常非常有Feel 台中的尺度是人性的尺度 就是它的房子 它的空間 它的環境 台北真的是沒有啊 台北事實上 你家廚房對我家廁所 那有什麼環境 哪間房子 台北市哪間巷子裡頭的房子 不是長這個樣子 而且你去隨便一個早餐店 早餐店都非常大 早開始喔 其實像高雄的部分 現在也在漲 所以如果說要選擇退休的話 其實高雄也是很好的選擇 高雄是狀況的 捷運通了有沒有漲 沒漲 台北市要通一條捷運漲一倍 對 高雄衝了5%都沒有 好 事實上 那所以現在台北人 到高雄去看房子 其實那個心情 到台中其實有那種感覺 剛剛紀美也講 那很便宜嘛對不對 到高雄去我告訴你 你要不要殺價 連殺都不知道該怎麼殺 把握秘訣 手高也能殺很大 整個建商也好 它會有幾個 比較好砍價的一個時段 譬如 在他們 的時候 你可以先去探聽四樓多少 他給你出29.5萬 你要先殺單 你就先殺個29 結果29萬的一個總價 假設是675萬 比如說 好 那 谢谢大家